王思聪4号晚上去夜店了,不少网友都偶遇了,不过他没有带女朋友啊,而是身后跟了一大片年轻貌美女网红。 4号王思聪去Elements Club,消费50万包了一大卡,看二三表演,基本北京所有网红女都空降这里了。 现场门票更衣王思聪从200多炒到800多一张,而且一度一票难求。 好多现场的网友已经爆炸了朋友圈,到处转发,有大批网友赶来,不知道是为了看娱乐圈中纪委王思聪,还是大批女网红。 根据酒吧内部人员描述,这次的包卡,王思聪可能主要是带熊猫TV的美女主播过来狂婚,不过过程中却发现他与众多美女关系亲密。 此次王思聪的到来也让酒吧的名气暴涨,娱乐圈中纪委的名气果然不是盖的,门票直接从200一度涨到800。 王思聪这么有钱,还非常有爱心,他有一只狗叫做王可可,日常并不是他亲自养的,很多时候有专人照看他。 这只狗真的生活非常幸福,他并不是王思聪花高价买来的,而是领养来的,每次发微博都会带上领养代替购买的话题。 看来王思聪还是非常有心的,这只狗可以说是狗生赢家,比很多明星家养的狗都要好,不仅仅可以乘坐私人飞机去外地游玩,而且用的生活物品全都是大牌。 一个包就好几万的那一种,而且是当之无愧的网红狗,还开了自己的淘宝店卖宠物用品。 说实话,王思聪并不差这一点钱,可以说他的商业头脑真的非常强,可可常常会时不时的就发他的一些日常穿戴照片,被誉为护上名人。 没事还会征集看得顺眼的小公狗,然后给人家打赏,真的是非常的土豪。